还要带您看到两岸五十年来首度军事交流在澎湖登场 原来这是两岸三地三百五十名生存游戏玩家要过过干引 非常刺激 五十年来两岸首度军事对抗澎湖开打 两岸三地三百五十名生存游戏玩家分成红蓝两军 挽入一场另类的国共对战 来自中国大陆的玩家只携带个人装备来台武器统统由主办单位提供 连续厮杀十八个小时连正妹人气打起仗来也架势十足 每个人全副武装在沙地上攻击 躲豪沟必抢单挑战耐力与体力 那我想像这样子的风啊或像这样的场地 在台湾其他地方应该也是不容易找到 洪湖的生存游戏已持续了五年 每年都吸引许多国内外玩家来过过干引 这次更晚起要夜宿沙场十八小时内力赛 让玩家大呼过瘾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